一群台湾猕猴在武林农场入口花园区 狼通虎咽啃着球精 整个花田被吃得光秃秃 像蝗虫过境一般 算算现场猴子的数量超过10只 还有母猴带着小猴 把农场种植在花园的郁金香球精 挖出来大吃特吃 武林农场的猴子 不怕人类 之前还有游客拍到 猴子跳上车辆 东找西找 想挖东西出来吃 甚至会闯进游客的帐篷 直接搜刮桌上的食物 6 7 8 9 9只猴子 这里真的是猴子的天堂 听说会抢死这里的游客食物 台湾入冬之后 高山食物锐减 但猴猴族群数量持续增多 现在不但闯进武林农场 偷吃种植的水果 连种在土里的郁金香球精 也挖出来吃 我们去年也有种郁金香 去年倒是没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会接着游客把帐篷的拉链 拉到底 因为有时候如果没有拉到底 他们会比较容易打开 农场进口9600多株球精 被猴子吃掉6成 目前农场已经着手补种 由于台湾猴猴是保育类动物 农场只能跟他们和平相处 同时呼吁游客千万不要驱赶或喂食猴子 以免猴群抓狂发生危险 记得韩志心黄总 以台中报导